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幻movie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一部美国恐怖悬疑电影《遗传厄运》 室内设计大师安妮和从事精神治疗工作的丈夫杰克 夫妻俩被早已离世的母亲汉娜折磨得死去活来 汉娜看似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 然而,其实在她即将离开之前 就已经为安妮夫妇俩安排好了一切 他们必须去经历荒诞离奇的怪异事件 汉娜为了得到一神之下万人之上的虚化权利 她加入了安海邪教组织 成为了所谓派蒙大人的鬼怪新娘 离开前,汉娜留给了女儿安妮一封自己的亲密信 她告诉安妮不要先挂自己,更不要恨自己 再充满了希望的美好终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汉娜的突然离世给安妮带来了不小的心理打击 为了缓解自己的郁郁寡欢 和对近日里家里频繁发生的灵异事件的恐惧 不堪重负的安妮报名参加了一个当地举办的心理护诉大会 在倾诉会上,安妮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所有悲惨遭遇 她出生在一个病患家庭 妈妈和自己的哥哥都患有精神病且都离奇死亡 安妮看似是一个被残污现实牵来的无辜受害者 人们以为她会是这个苦命家庭里唯一正常人 但其实,从电影的虚目开始 安妮就佩戴着和母亲一样的恶魔项链 这也就愈发说明,其实安妮也是一位精神病患者 安妮一边放任着母亲的种种出格行为 又一边避免和母亲有太多牵扯 小女儿杰西从小跟外婆汉娜长大 小杰西的性格没有太多同龄人该有的快乐天真 在汉娜日复一日的派蒙邪教授的熏陶下 小杰西的灰魂也正在被派蒙恶魔逐渐稀释 久而久之,她竟成了派蒙的复杂体 这天,安妮的儿子汉斯去准备参加一个朋友聚会 安妮让儿子带着妹妹一起去玩 就会上大家都相处得非常愉快 唯独小杰西,出了一点岔子 就会上小杰西吃了让自己喉咙瞬间肿大的蛋糕 哥哥带带杰西去医院的路上 撞上了迎面而来的电线杆 妹妹的离世,哥哥悲痛不已 精神压力过大的她开始频繁出现幻觉 这天安妮碰到了一个修炼派蒙邪教的性教徒 她告诉安妮 自己可以用悬术帮她召回死去的女儿 家中频繁离世的诡异现象 吓坏了杰克和儿子 他们经常会看见杰西房间 画有哥哥头像的图画 被风吹散,四处飘零 汉斯也时不时会露出令人惊悚的诡异的笑容 这天晚上,汉斯迷迷糊糊的看见 妹妹杰西仿佛在自己跟前游道 似乎是想要说点什么 努力打起精神正开眼的汉斯 发现这团鬼影的真身就是母亲安妮 她当情立断 家里所有诡异景象都是母亲的作为 而安妮却解释道 她说这一切灾难的源头都是杰西的画本作为 她顺势将图画本丢进了火堆 没想到,刚一离手 安妮身上就满是火光铺设 安妮在去找新教徒时 发现了她房间里像极了祭司现场 更可怕的是棺材上摆满了花圈 花圈里儿子的相片被赫然挂着 安妮看见母亲的遗物里 竟然藏匿着和那个新教徒的合照 为了扫除真相的遗云 她跟随着照片给予的线索 决心一定要独自揭开这个谜团 这一边儿子汉斯在学校 无缘无故的撞淡了自己的鼻子 看着被白色绷带包扎着的儿子 安妮更加确信 自己的家族一定是被什么暗黑势力偷偷加害着 但丈夫作为医学研究人员 根本不相信这荒谬的鬼神说 二人正直不休 为了向丈夫证明自己的猜想不是空穴来风 她激动的把那本母亲留下来的 带有厄运的笔记本扔进了火堆中 没想到丈夫杰克瞬间全身起火 夜晚汉斯看着身体被烧焦了不不停 可不由分说紧急追赶自己的母亲 她不知道自己这是经历了些什么 迟迟未缓过神的她 突然看见头顶上的母亲正被绳索平吊着 而她自己正用戾气隔着自己的脖子 地板上早已鲜血横流 惊叹不止的汉斯 难以置信自己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早已精神错乱的她 为了离开这个恐怖血性的家 她打开窗户静止跳了下去 派拉蒙的诅咒 已经让这个无辜家庭蒙受了千万种打击 哥哥的身体最终被派拉蒙的神王夺去 听说只有得到汉斯的身体 才能让派拉蒙终结这场遗传厄运 更多精彩 下期再见